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三点钟了 然后呢 今天的课程也不会时间太长 就这么几个形态 然后我们差不多讲完就好 今天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平常我们的直播呀 或者平常我们的交易当中 在回答大家问题 大家经常会抛过来一个股票 来问这个股票怎么样 能不能分析一下 我们一看这个图说 上升三角 不错 看起来应该是能长 或者说头肩顶 破位 不要碰 其实已经讲的比较清合 但是呢 大家可能就会不太清楚 什么是上升三角 然后或者说 大家不太清楚 什么是头肩顶 可能我们即便回复了 可能你也听不太清楚 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就上一堂课 然后给大家呢 把这些名词啊 什么的给规范出来 这样以后 新的会员 或者说老的会员 大家呢 在看到我们的直播的时候 听到我们讲解的时候呢 就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就知道了 每一个股票 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大家就可以 按照我们的思路 去进行交易了 好吧 行 那我们开始啊 上个周呢 我们是把 趋势线 支撑和压力 这些东西给画好了 因为如果你不绘画支撑和压力的话 你这堂课就没法学 所有的基础的这个图形形态 chart pattern 它都是建立在上个周 我们讲的这些趋势线的基础之上 或者上一堂课的趋势线基础之上 大家把这些基础知识学会了 然后我们才能绘画支撑和主力 然后我们才能认识 每一种股票的产品的形态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会来讲第一个形态呢 就是上升三角 上升三角呢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交易形态 我觉得它的准确率 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交易当中的话 如果你这个今天 或者你做短线交易 你只做一种形态 只来做上升三角的这种形态的话 其实你的胜率还是很高的 你不要今天又做上升三角 又做下降三角 又做上升的气形 又做下降气形 你这个图形就会乱 如果你的交易 只专注于做上升三角 我想大家可能会是 会有比较好的回报 因为上升三角的这个胜率呢 可能会达到个七八十 七八十的胜率 那你想想 你做实比七八 百分之七八十的胜率的单子 是不是准确率 概率的角度上来讲 应该会赚钱 对不对 数据的角度上 行 那什么是上升三角呢 它的构成是什么呢 它只有两个构成的 一个是阻力 一个是支撑 每根蜡烛的高点呢 连接起来 成一个水平的直线 然后呢 每一根蜡烛的低点连接起来 呈现一根上升的趋势线 上个周呢 我和大家讲过 这个市场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做 这个上升三角 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是什么造型呢 比方说一个产品 趋势键是向上的 支撑是往上的 它就是一个上升通道 高点是横着的 挪过来 低点挪过来也是横着的 它就是一个横盘整理 一个产品呢 一直在往下跌 挪起来可能就变成个下降通道 把它这个图形啊 它这个图里面 它可能就在会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就这样来回的抖动 就会这样变成一个趋势性的行情 现在呢 这个是高点 足迹的横过来 是个横盘的 然后低点呢 开始连接起来是个上升的 它就会构成这样一个上升三角 也就是这边画的这个图形 那它在这个图形里面呢 去来回的进行运行 上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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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终它会给你一个方向 或者往上 或者是往下 那不太清楚 但是大概率的时间 走成这个样子的形态呢 它是会往上去走高的 会向上去突破 所以呢 但是我这个地方有几个注意的条件啊 需要在上升三角的三分之二后的这个区域 再去突破 会比较重要 三分之二的这个区域 这一点比较重要 看这个地方 这是上升三角 我们把它分成三分 第一分 第二分 这是第三分 它在三分之二以后 这个地方再突破才有效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这个图形画成这样了 这个三角形我们潜在的画出来了 你说你刚往上涨 咔 咔 咔 它在这就突破了 这不行了 这个三角形还没走出来呢 所以这不能算 必须是三分之二之后出来 然后突破的时候 需要伴随一个成交量 高于平常的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也不需要太大 高于平常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地方的突破点 说明显是高于平常 对吧 突破之后呢 可能会回调 碰触到前期的支撑和阻力 这个到时候延伸 是延伸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分享 这是上升三角突破的一个必要性 它可以往上去突破 它也可以往下去突破 那你说 但你这个讲了 这个图形还有什么意义 我讲了 这个是70%左右的往上的概率 是往上去突破的 所以我们才叫它上升三角 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太好 等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再去举几个其他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上升三角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看一个上升三角成功的例子 比特币40分钟的 30分钟的图形 看一下 4月份 我已经给大家标好了 比特币可能会涨的那段时间 看着一下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上升三角的图形形态 大家可以看比特币在4月10号左右构成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图形 这个就是上升三角的 你会看到它上档下来上去下来又上去 把这个图呢三分之二划翻完之后 它是在这之后的区域才向上去突破的 它要开始去往上突破的时候呢 这个成交量 这个地方的这个成交量 是不是明显大于往常 对不对 明显是大于往常的一个量起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后续呢 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行情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向上拉升的行情 那这是正常意义上的比特币 那你说比特币这个东西 它一旦突破 你说这里突破了 突到哪里 怎么突 这个东西 这个判断力怎么判断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也是从一个非常技术的角度上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准确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这样子的做法呢 首先 大家要把最低点和上升三角启动的这个点 给它连接起来 给它划一根垂直的线 它是从这个点开始做上升三角的 一个拉起来之后回踩 然后开始逐渐的震 所以这个点 然后呢 把它和前期的这个高点的 那个扩口启动的那个区域 把它给划出来 你注意啊 必须是扩口启动的点 它不是这里 不是这两块 也不是这一块 都不是 必须是最初最最开始的 最初的那个点 启动才OK 这个点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点的 然后以突破的角度为例 猜猜哪一个点突破 哪一个点就是它的预期点 这个图就非常标准 所以这个图就就是 在这个启动的这个点上 它向上做了个突破 突破之后 它的最高点 就在这里 你说这东西怎么这么巧 就打到这儿 开始回调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技术形态上 我不能说没有用 有用 它是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上升三角 扩口的起点 在它突破的时候 它也就是 把它给平移的复制过来 这就是它上涨的预期的点位 是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我在比特币 身上我给大家去找到的 一个特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比特币 4月10号 30分钟的K线 你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 好吧 谢谢大家